我们来继续回来学习Ninux多现场的现场同步 那么这一小节目我们学习到了现场同步的最后一个知识点了 调节变量 这两小节课呢我们讲到了护士量和读写锁 先让大家明白什么时候要使用护士量 什么时候使用读写锁 它们的区别 那么接下来关于调节变量呢 我们先引入一个实例 看看为什么要使用调节变量 在一个生产线上有一个仓库 当生产者生产的时候 他需要守住仓库进行独占 而消费者消费产品的时候 也需要守住仓库进行独占 假如生产者守住仓库 他发现仓库满了 那他就不能进行生产了 这时候他会变成一个阻塞状态 因为调节不满足吗 此时由于生产者独占仓库呢 消费者又无法进去消耗产品 那么消费者不消耗产品 那生产者永远无法满足条件 他就永远变成一个阻塞状态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僵子状态 你不能生财 我也不能消费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一种机制 当护赤量守住以后 如果他发现当前的县城 无法满足自己的操作 那么他应该去释放护赤量 让其他县城有机会去工作 去使用这个护赤量 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采取的 一种是我们通过 一个龙熊的方式 这种方式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不停的查询嘛 是用外循循环 这个就可以的 如果你发现条件满足了 就可以操作 操作完释放护赤量 如果调节不满足 你立马去把护赤量给释放掉 让其他县城进行操作 这个龙熊方式啊 它的缺点就是 好CPU了 当然是 因为通过外循环熊 不停的查询嘛 两种方法是 让系统来帮你查询调节了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你管了 只说一个 使用一些函数就行了 那么使用调节变量 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调节变量 它的类型是P3 刚肯定是刚t类型的一个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如何去使用这个数据 调节变量 在使用之前呢 当然需要进行初始化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我们看样子应该大家记得 跟护赤量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静态的调节变量 那我们需要 在定义的时候呢 使用一个P3的Condition 这个组织来将它初始化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你动态申请的一个 用MyLock来申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初始化 需要调一个P3Condition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你要初始化的护赤量 第二个参数呢 是属性 说说 第一个参数不是护赤量 是调节变量 第二个参数是属性 那么属性呢 它是默认为空的 我们用空函数就可以了 关于属性呢 马上就会讲到的 这回真的是马上了 不欺骗大家 当然使用完之后呢 调节变量是要进行销毁 使用P3的Condition 第四代函数 去把它销毁了 那么我们来解答 再看一下这个手册 因为关于它的错误码呢 我没有列出来 这个unit和destoy呢 它是层次出现的 所以在手册 也是一对一对的出来的 给大家解释 那么上面呢 是关于它如何使用 它的功能 我就不说了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主要是下面的这个错误码 我们来解答 分析一下错误码 首先呢 看看destoy 叫什么时候会出错 第一种状态 EBZ 那么这个BZ 就是正在使用了 因为我们接下来 会有两个函数 去使用这个 调节变量 如果这两个函数 正在使用它 你是无法能销毁的 第二个呢 是一个 无效的值 对吧 invalue 不小的值 说明这个调节变量是 雅各不存在 然后的其他什么原因 接下来 你看inride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失败 第一种情况 是缺少一些资源 这个资源呢 不是内存 而是其他资源去初始化 第二个呢 是nomem 当然是缺少内存去初始化的了 接下来还有 它会失败 初始化失败呢 接下来就是EBZ 然后这个 失败条件是因为它 它重新去初始化 ZIPZ 如果已经拟来着 那就重新初始化 就造成它的失败 第二个是invalue 那么这个invalue呢 是它的属性值 我给你弄错了 因为这个属性呢 虽然我们默认的 默认用空去做 但是呢 在后期的学习中 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属性呢 如果你弄错这个属性呢 初始化 当然会失败的 关于初始化和消火呢 就说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去如何使用它 调节变量使用的时候 需要配合护赤量去使用 我们使用一个函数 p算-convisionweight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是调节变量 第二个是你要配合的护赤量 在使用这个weight函数的时候 它要等待调节变为增 那么传递给这个weight函数的护赤量 它会对调节呢 进行一个保护 调用者会锁住护赤量 然后呢 把这个护赤量给 传递给这个weight函数 这个p算-convisionweight 这个函数呢 它是将线程 放到等待调节的 线程队列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线程呢 将护赤量锁住以后呢 它会检查条件 如果条件不满足 它就会被放到一个 等待绿列上面去 这个就不需要你自己去查询了 之后呢 会对护赤量进行解锁 这两个操作是一个原子操作 当条件满足以后呢 那么这个weight函数 它马上就返回了 返回以后呢 会继续对护赤量进行加锁 这是它自动帮你完成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完成了我们那种机制 锁住护赤量以后 检查条件 如果条件满足 你就去做 条件不满足 你就去等待 然后将护赤量放开 一旦条件满足了 你再重新回来 再将护赤量锁住 这个操作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函数 就可以完成了 非常的省事啊 当然还有一个函数 和它对应呢 是一个timeweight 这个timeweight呢 从明镜上可以看出来 它肯定是多了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 它是设置一个超时的 如果到了指定的时间 你还没有满足条件 那我就不等你了 我直接就返回了 时间呢 是用这个time spec函数 结构体 time spec的结构体来实现的 所以这个结构体呢 它是linux的C基础 我就不再啰嗦了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时间是一个绝对时间 例如你要等待三分钟 你就要把当前的时间 加上三分钟 然后转化成这个time spec的结构体 而不是直接将三分钟 转化成这个time spec的结构体 那么如果获取当前时间 我希望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吧 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个 该time对吧 获取 当条件满足的时候 需要换行等待条件的限制 也就是说这个位的函数 它什么时候会返回呢 它怎么知道条件满足了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p1的condition broadcast 用这个函数来通知 现成 你的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 那么这个bordcast 从名字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广播 就是要换现所有等待条件的现成 它会通知所有等待条件的现成 我已经满足了 你们可以醒来了 还有一个函数是p1的condition signal 它是能换现一个 可能有许多现成 需要等待这个条件别的 那么这个signal呢 是换现其中的一个 但是在percease机制里边呢 它解放一些操作 这个signal呢 也可以换现多个的 这个可以在那个手册上查到的 那么关于换现以后 它们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因为有多个现成吗 到底哪个现成就获取 这个是由系统的调阻机制来 帮我们实现的 不需要你关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p1的condition weight 描述呢 我已经讲了 看一下错误码 它的返回值 第一种错误呢 是time weight 它会出错 这个是timeup 它是超时的 你设计的时间 如果超过了以后 它自然就会返回这个值了 第二个invalue 那么就是这个调节别量 护持量 或者时间 它是一个无效的值 就会出错 第三个invalue 我们看一下 它说是这个 护持量 是一个不同的值 也就是说 之前呢 你可能使用这个东西呢 去调用了一下 这个weight函数 然后呢 它传递是两个参数 对吧 有一个护持量 有一个调节别量 但是你在调用的时候呢 你把调节别量 和护持量的 配对给弄错了 调节别量 配了另一个护持量 这个时候 它就会出错 尤其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个调节别量 和护持量 它是一对一对的 如果你中间 给出了啥错 一会儿调节别量 用护持量A 一会儿调节别量 用护持量B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造成一个错误 第三种错误 是这个 护持量压根 不是你有的 因为调节别量 使用的时候 我们是配着护持量的 用护持量来保护它 如果护持量 你压根不成功 有的话 那自然会造成一个错误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 Condition broadcast 或Signal 它是来通知 现成 调节满足了 功能也就不看了 看一下它的返回值 成功了 当然是零了 失败 看它什么时候会失败呢 说这个调节别量 如果没有促使化 那就会失败 从它的失败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初始化过了 就会成功的 如果没有初始化 才会失败 所以你用这个 P-Signal Condition signal 去向其他县城 发送一个 调节改变的信号 基本会成功的 因为你之前 肯定初始化了 所以这个函数掉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只有真正的 调节改变了 你才应该去掉这个函数 去通知其他县城 否则的话 你不应该掉用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就算是立了 但是这个函数捉了 就能够而浏 也就是这个函数捉了 感谢观看